喝几次茶 几次饭是有规定 比如说就是喝茶 最少一天要六次 这六次就是上午有两次 下午有两次 晚上有两次 真的有六次茶 喝这六次茶一方面是为了调节人 在打坐过程中的温度升高 水的消耗量会增加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在坐下来 往往特别是像中午坐下来容易昏沉 容易冲火水 用喝茶可以提升 第三点就是因为打坐的时候 是净次的时候比较多 吃完饭不容易消化 喝茶也容易帮助消化 大体上残堂的喝茶 从身体方面的要求以这三点为主 在残堂的打坐的时候喝茶 它是一种集体活动 一般的残堂 都有一百个人左右 或者六七十个人 这六七十个人要喝茶 那都是事先就把茶漆好了 等大家做定了 有两个人分别走两边 把茶送到每个人面前 需要的时候就把茶杯盛出来 不需要它可以不拿茶杯 像这样的情况也有 在喝茶一般的它也很有规矩 一般的拿茶杯都是 都是像这样的拿着茶杯 像这样拿着茶杯 喝的时候一般是两个手 但是每个过去那些 比较有规矩的残堂 每个残堂的茶杯都是特制的 像我现在这个茶 这是老酒残堂 这个茶杯是明朝的时候 就留下来的一个茶杯 我们是根据那个明朝的茶杯 扶制了一批 明朝成化年间的茶杯 就这个样子 你这可想而知在残堂的喝茶 你茶杯都是定做的 对于这个喝茶的重视 就有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一个寺院 作为一个残堂来讲 仅仅是寺院的一部分而已 不过从这个寺院的功能来讲 残堂应该是寺院的最核心的部分 因为寺院就是以修行为主 然后开发智慧 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于是寺院的最核心的部分